随后本章的最后一节 第四节存货的清查盘点 这个内容就太简单了 第一个大的问题 盘盈的处理 首先第一个步骤 在批准之前 我们要挑账 由于盘盈是账面数小于实际数 我们就要对存货的账面 做一个调增的处理 所以借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等 贷一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按照管理的权限报经批准以后 我们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把它的余额截平 贷方视为小的或者说不重要的差错 充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第二个大的问题 存货盘盔或毁损的处理 盔盔是账面数大于实际数 所以第一个步骤 在批准之前 我们要挑账 把账面数调成实际数 由于账面大于实际 我们就要对存货的账面 做一个调检的处理了 所以我们要带原材料 库存商品等等 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那么按照管理的权限报经批准以后 针对存货的盘亏为损 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处理 如果是属于应当有过失人赔偿的部分 或者说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 在赔偿款收到之前 划一个往来账 那我们要借一个什么 其他应收款 如果回收了残料 作为原材料入库了 那当然要借原材料了 如果是管理不善 收发计量的差错 以及自然损耗等等原因造成的 大家注意 这三小种情况 包括管理不善 收发计量的差错 还有自然损耗 都是把它寄到哪去 管理费用 那如果是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非常损失呢 大家注意在会计上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非常损失啊 默认的是自然灾害 就把它作为什么 非日常活动的损失 记住到营业外支出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代方的对应是 充贷处理财产损益 把它的余额怎么样 给截表就可以了 有一个提示 说的是税的问题 因为管理不善 比如说偷闹等等 导致存货盘亏或毁损的 就意味着啥 意味着这个存货 流经本主体的时候 不能够产生肖像了 你毁损掉了 丢了 不能够产生增值 不能够产生肖像 就意味着啥 意味着到我们这块呢 增值税的底扣链条 发生了中断 而我们之前 购进的那个环节 正常来讲 如果满足条件 有合格的扣税凭证 是吧 我们是把它记住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这个专栏的借方了 而现在怎么着 现在抵扣链条中断了 不让抵了 不让抵怎么办呢 我们叫做一个 进向税额的转出 所以按照规定 不能够抵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 应当预业转出来 那我们作上呢 就是刚才的这个分路 就得多出来一笔什么 带啥东西啊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 那转出去的增值税 由谁来承担 那由管理费用来承担 然后下面又说了 说如果是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损失 为了体现国家对企业 对受伤企业的一种关怀 自然灾害不可抗力 所造成的这种损失呢 原因不在企业呀 那么这种情况下 原来抵扣过的增值税的迹象 就不用转出了 那么本章的最后一节 也给大家降网了 我们在正式结束本章内容之前 通过这张思维导图 把这张内容带领大家 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首先存货的概念 我们要把握它的持有目的 出售和耗用 最终是为了出售 那么内容呢 要关注到这么几个 比较特殊的项目 比如说受托加工的 代制品代修品等等 我们发生的辅料 发生的加工费部分 是属于受托方的存货 发给我们原始的那个材料 那是人家委托方的存货 再比如说合同履业成本 期末的余额 如果它的摊销期小于等于一年 或一个营业周期的话 在报表上叫存货 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为构建固定资产 储备的专用物资 那是属于工程物资 是非流动资产 它可不是存货 关于存货的初始计量 历史成本原则 那么外购呢 是按照买价 相关税费和其他支出 作为它的成本 那这里面要注意损耗啊 区分合理损耗与非合理损耗 合理的损耗进成本 那么不合理的损耗呢 是寄入到当前损印 加工方式 我们在这一章谈的加工呢 是自行加工 包括直接材料 直接认工 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里面要关注什么 要关注季节性 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 是属于合理必要之处 要寄入到存货成本 再有呢 生产领域 车间范围内设备的 固定资产的日常 修理费 通过制造费用 形成存货的成本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 能够明确归属的设计费用 直接认定的设计费用 其他方式取得的 投资者投入 是按照双方签订的 投资合同协议约定的价值来计量 不供应的按照供应价值 盘盈方式呢 是按照重制成本计量 通过提供老物或服务 取得到存货 其实说的是合同履约成本 这个账户的期末余额 我们在履行与客户的合同 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各项老物成本 那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有一些支出是不计注到 存货成本的 直接计注到当期损益 包括非正常的消耗 入库以后的仓储费 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性质的商品 那这个是直接计注到销售费用 关于发出存货的计量 计量方法有四种 我们需要掌握先计先出法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还有移动加权平均法的计算 以及个别计价法的适用范围 就可以了 那么存货成本的截转 如果是卖掉的话 要带存货类的账户 计方把它记住到主营业务成本 或其他业务成本 如果已经计题跌价准备的话 跌价准备的余额相应结准 借存货跌价准备 代方充营业成本 另外要注意包装物的处理 如果是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 或者说白白的借给人家 是把它的价值 记住到销售费用 那么如果是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 或者说对外出租 为了跟其他业务收入配比 那么我们把截转的 周转材料的价值 记住到其他业务成本 那么周转材料价值的摊销方法 一般是分次摊销 如果金额比较小的话 基于重要性的原则 也可以一次摊销 存货的期末计量 是这一章的重中之重 我们要把握可变线净值的计算 尤其是重点关注谁呀 材料存货 那么材料如果说用于生产加工销售产品 那么它简不简值取决于终端的产品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是判断终端产品有没有发生减值 怎么判断呀 计算产品的成本和产品的可变线净值 那么终端产品的成本呢 是用原材料的成本 加上对应的加工成本 题目当中都会给定相关的数字 那么终端产品的可变线净值呢 用它的估计售价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 就可以了 另外针对客观体验 大家要大胆的运用我所传授的速算技巧 产品的减值就是什么 材料的减值 另外如果说库存的存货 有的签了合同 有的没签合同 我们怎么样 要分开来计算 他们各自应当具体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当然这里边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到底考不考虑 如果说日后期间价格的波动 是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 那就考虑 否则怎么样 就不考虑呗 那么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 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反车座 截转的话借存货跌价准备 带方去充营业成本等等就可以了 存货的清查盘点 如果是盘盈最终是充管理费用 如果盘亏的话 索赔款挂有其他应收款 回收入库的材料借原材料 那么如果是收罚计量的差错 自然损耗还有管理不善 都是把它寄注到管理费用 管理不善情况 别忘了做计项税额转出 那么如果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净损失 原来抵扣过的增值税就不用转出了 存货这一章的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